我受过的,你的光太弱了 能赢我的,只有我自己 嘿呦,what's up,大家好,我是游哥 这个日服就已经出这个钻子清风大会了 可以看到这个封面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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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帅啊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吧 哦,对了,还有NBA的合作 这个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来一起做解析 好,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清风打回这里 抽取这个Zone这里一样是200抽啊 在日服,然后这里新增了一个特质潜能 这个特质潜能大概就是增加这种灌篮啊,上篮啊 或者是两分命中的这个命中率啊 差不多就是长这样 具体如果要比较清楚的话 可能要等台服上线的时候才能给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那基本上这个清风呢,应该也是跟绿间一样是这个EX球员啊 但是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 这里虽然是显示只有点券可以抽啊 但是你可以来到这个商店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其实是可以抽 就是60钻石可以抽一抽 然后它是每周啊,其实是可以抽50抽啦 就是只要你们有钻石的话 可以稍微的慢慢抽慢慢抽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EX球员抽出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 不是无课玩家就玩不到啊 是无课玩家你有存话还是可以玩得到的哦 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看这个清风大会 点进去 哦,那个眼睛发亮了啊 已经转了啊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的移动速度 哦,有提高耶 83,我记得之前是70几的吧 旧的清风 我们来看一下旧的清风是78 对,提升了5点 这个转之清风提升了5点 这个移动速度啊 不晓得之后 嗯... 它这个觉醒方面啊 还会不会再提升速度 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一招 好,这个第一招是一个突破 诶,有点像两段突破 哦,然后开启 做人过后还可以不断的突破 啊! 啊!啊! 怎么 诶,不用CD的吗 怎么 哇,一只可以按突破吗 这,这,这个是,这个是杀小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招 哦,第二招是一个超级技能 嗯,超级技能就没有开准了 诶,清风原本是火锅技能 突然间变一个超级了 嗯... 好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一个突破加冠了 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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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快啊 这个有一点点快 突然就直接飞起来去冠篮了 嗯,好,好,我们继续看 这招,是一个勾手 嗯,原地勾手 这个有点像石油布啊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大招,大招就是进阵啦 进阵了过后 应该是会提升各种的能力 哇,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还加 进球了过后会增加2.4秒 嘖,感觉是你在阵的状态下 你拿有多分 你就可以一直维持在阵这样子了 哈,他这个阵是要点击 然后开了,还是有时间的 不像火神是整个进入状态 就不会变回普通状态 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阵啊 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延伸技能 来看第一行 第一行的第一招 这个跟刚刚好像都差不多 是一个两段突破吧,感觉上 还是 嗯,不晓得不晓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招 这个是进入阵过后 如果被抄截的话 直接会突破 嗯,这一招虽然没什么用 但这个突破范围还蛮远的耶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招 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哦,哎呦呦呦呦呦 这个是点击这个F键 在家突破的时候 有个闪电般的网游突破 这个幅度非常之大啊 Oh my god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招 这个是啥小 哦,这个是突破的时候晃倒人家 人家就会在原地 被在原地发呆 不知道你去了哪这样子 好好好,如果带船空啊 我不晓得会不会很好晃啊 来看最后一招 哎呦呦 这个突破还有后车 这个突破加后车 再加一个勾手的话 你到底要猜我是 灌篮还是要后车呢 哇,这个 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这个,这个 不错不错 再来看第一行耶 我们 我已经觉得很帅了哦 好,我们来看第二行的第一招 哦,是一个普通抄截技能 又操到了直接上手这样子 好,还好,还好,还好这个 哦,这个是 加速了直接去截球 哎,清风突然间变成了截球角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招 啊 点击抄截的过后 直接点大招可以变一个火锅技能 可以直接取消这个抄截 啊,多一些 这个是啥小招啊 好,好,好 虽然虽然 虽然不是很有用的感觉 但但但非非非常的帅啊 好,我们去再看第三行 第三行的第一招是 突破 哎呦,哎呦,一个二段灌篮耶 也就是说突破灌篮是有一二段的 好,这个 该有了,一定要该有 不然的话变化打不出来 下一招的这个应该是空阶 或者是截球灌篮 我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哪招啊 如果是空阶的话 搭配这个SPS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嘎嘎香 嘎嘎香 然后就 这一招跟下一招的 我觉得它差别就是在距离关系而已 就是如果你有点下一招的话 你可以再更远的去使用这个灌篮 就应该是这样子啦 这个截球灌篮 应该是可以直接接这个二段灌篮的 所以就可以打一个变化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下一招 哎呦,这个是杀小 就是开几针过后直接冲刺在家背后 哇,眼都滴炸 很帅啊,俊风 可惜了,我钱包不够啊 钱包不够有钱 不然我一定把它抽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些 这个是 突破然后进入了之后 然后直接再来一个 扣篮这样子 我不晓得它这个距离是不是这么近啦 如果这个距离可以再稍微更远一点的话 反正这一招也是很帅啊 俊风 怎么可以这么帅啊 这一只角色 现在真的是跟原作出道有一点 一样 蛮帅的,我个人觉得 我在看头三行我已经觉得很帅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行 第三个第一招是什么呢 突破直接丢,把球甩出去 无定形式投篮 OK,OK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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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下一招 这个是突破还可以后 哦 果然是无定形式投篮啊 这个勾手他是属于后仰类的 不晓得他跟那个突破可以怎么搭配耶 如果是 哇 就是反正你就是要拆后仰或者是拆工况啦 但是 讲真的有一说一真的是超级无敌帅啊 好,我们看下一招 这个 啊 啊 天地之言 就在范围内你可以把对方直接晃倒 然后直接用这个勾手把球甩出去 然后 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毕竟啊 那看起来有点像赤石的天地之言的天地偷懒啊 哎 嘻巴 很帅很帅啊 最后一招 就没有写是啥了哈 好 基本上第四行就这样 就我们来看大招 大招方面 哦 这个进入阵过后可以加这个移动速度哦 哇 这样 清风的防守已经不再是他的弱点了 现在 攻守都兼具啊 代表这个阵之进风真是很强很强哦 个人觉得 所以还会加这个移动速度 Oh my god 我们再来看下一招 哦 这个就是有一个冲刺键哦 而且冲刺了过后你们注意看好像是有加速的呢 那个速度还不慢哦 是蛮快 这个就是要点了这个冲刺过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这个抄劫之类的吧 我想 好 这个就是冲刺技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招 这个是 啊 这个不是隐先的火锅技能吗 直接一个冲刺锯锅啊 这个如果是操作性非常好的玩家 真的是会超级恐怖我个人觉得 这个能做到各种的补防啊 如果你是玩的非常好的话 啊 哇 这个角色能抄劫能火锅 能进攻 能投篮 能攻框 啊 而且移动速度还非常的快 我个人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是妥妥的T零神脚啊 这个钻子清风 上限是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玩的好的话 这个角色绝对不会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衣服 衣服这里就只有一件啊 就是跟这个MBA合作 这个清风是属于这个Timberwolf战队的 嗯 非常的帅 非常的帅 他还有这个各种的特效啦 指点会做介绍 至于羁绊方面 首个呢 就是跟这个荆棘啊 对于长作为这个羁绊 下一个就是跟这个黄赖 然后就是这个 转火神 再来就是SP黑子 最后呢 就是这个奇迹四代组合的这个羁绊 这个绿尖呢 还不是SP绿尖 是普通的绿尖 反正看下来 如果你抽了起清风的话 我觉得这些其他角色 你应该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羁绊不算难开 而且这个羁绊是 相当的多相当的多 诶诶诶 哇 现在不用抽角色都有这个觉醒诶 哇塞 官方真是 非常的会做人 现在 好我们来看这个觉醒二长什么样子 哦 就是可以 假空阶然后真突破 这个又是一种变化 因为这个空阶可能人家会反应的来 直接要去盖的 如果你用这个突破的话 你还可以突破加后仰的话 你就可以躲开对方 然后直接去做一个进攻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二绝 是蛮实用的啦 三绝这里不晓得是杀 这个等台幅上线的时候 我们再来慢慢来解析看 视觉这里这个是 诶 这个跟 普通的技能有什么差别 会不会是更好的晃倒对方还是 晃倒对方用这一招必进呢 点了这个 不晓得不晓得 嗯 突破了过后可以直接去做这个 灌篮 其实帅是很帅啊 但我不晓得他这六个觉醒到底有什么用作啊 这样看的话这六个觉醒其实 变化没有到很大 但我不晓得他自己下面写的是什么 如果是下面写的东西很有用的话 可能就挺强的 所以这个到时候等台幅上线再跟大家做解析吧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今天这个清风的开箱就到这里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只角色真的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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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帅 真的是帅的一个点啊 眼都滴炸 如果想要抽了 大家记得把你们的钱包存好来到时候 就直接给他磕下来吧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清风还是算挺强的 他跟之前的位置不会到相差太多 打法应该都是差不多 但就是他有各种的能力提升 比如说跑速提升啊 超阶提升啊 更好的去做这个主攻啊 然后进攻方面 还是一如往常的强势啦 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他是蛮强的啦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专属DC群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一起加入我们的鸽子王国吧 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吧 拜拜 sayo 哈达 哈达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